雷歐走在路上 发现桃花林中有个山洞 于是就试着走进去 洞里暗暗的但前方有明亮的出口 走出洞口外 看到了几栋房子 雷歐走到其中一栋房子前 忽然出现一只脖子很长的妖怪 雷歐问妖怪为什么脖子那么长 妖怪也问雷歐为什么脖子那么短 雷歐觉得自讨没趣 于是就走到别的地方 忽然又出现一只长得很像狐狸的妖怪 雷歐问妖怪为什么长得像狐狸 妖怪也问雷歐为什么长得像人 雷歐又觉得自讨没趣 只好又到别的地方去 来到河岸边 看到安娜乘着小船来了 安娜叫雷歐上船 雷歐就乖乖地上船 到了另一个岸上 两人下了船 安娜说要带雷歐去一个地方 于是雷歐就跟着安娜走 来到一栋屋子前 两人一起走进屋子 进到屋子 屋子里有一张放有古诗书的矮桌 安娜邀请雷歐一起读书 于是两人就坐下来读书 雷歐读没多久就在打瞌睡 安娜趁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